啥 我说王伯伯刚给我的西瓜 我放冰箱了 爸爸 王爷爷前天突发心脏病 已经走了 不可能 我今天之后看到的是王伯伯 老公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他 对啊 就在楼下 对吧 王伯伯 这西瓜你带回去 不用不用 家自己种的 那不伪常啊 那行 谢了啊 对 西瓜 不可能 他就在楼下 王伯伯 西瓜甜吗 挺甜的 谢了啊 看来爸爸的确产生幻觉了 爸爸 你刚才都吃过什么东西 我从火车站直接就打车回来了 什么也没吃啊 爸爸 你刚才抽烟了 哎呀 今天坐车太累了 是别人给你的吗 是 刚刚下车有个哥们 用我借打火机 也让我来一口 我这坐车坐 头晕就在小区门口抽了个 谢了啊 我知道 妈妈赶紧打120 打120干嘛 老公你怎么都没事呢 别好 有人在楼下楼下楼堵 赶紧报警 这是我们公司正在融资的保密项 密室逃脱 这 明明是个会议室嘛 是会议主题 密室 要想从密室中逃脱 就必须破检 只剩下的六位数字密码锁 而线索就藏在这个房间中 目前最快的破检记录 用时20分钟 开路 并且成功 墙上的简直画是12生销 每个属上的排序就是密码 手排第一位是011 码是07 狗是11 所以密码是010711 这间密室的难度更高些 这明明是个餐厅嘛 餐厅主题密室 这回你得想一会儿呢 开锁成功 餐桌上的小包玩偶 是车车 新做的衣服 手手排第9 排阳是1 是个5 天乘7 青牛2 双子3 密码就是915723 换汤不换药 这间密室难度更高 茶水间主题 开锁成功 这间 开锁成功 这间 开锁成功 这间 开锁成功 最后一间 这间 有点意思 这是我老板的吧 不是密室 不美我们出去吧 等等 这间办公室有问题 一年365 366千吃茶 做什么 好吃你自己做啊 我不稀罕做 要是我做 那就比一变 让不美当裁判 谈你不成 就比 冰激凌 我也要用 那我去用 隔壁老公家呢 这次我赢定了 这份好闲啊 应该是妈妈做的 至于爸爸做的这份 哇 好好吃 我宣布 本次大赛的获胜者是 等一下 相同冷冻时间 爸爸的冰激凌 就融化几项 难道说 这什么啊 偷懦冒险 像是离比 不过改在游戏里比了 这个游戏理论 把小姑娘特别理智 一直追溯着 自己章口出的梦想 希望不美丑战 也能像他这样 你看这里的冰激凌 一点不是我做的 爸爸作弊 取消比赛资格 你还作弊啊 胡说八道 怎么就作弊了 爸爸今天只出去了一次 在走路4300 按照成年男人 一部55厘米 再卷去往返和走楼7等级 我就刷刷吃了 1公里左右的地方 刚好有架冰激凌 你说我这冰激凌是买的吗 哼 不打几招 荒谬 你有证据吗 这是冰激凌的外包装 没错 我刚刚 走过 孤家垃圾桶里找到 银江巨户 看爸爸怎么急赖 老婆 我就说一句 点击瓶领区 最近能就能像个游戏 说吧 大晚上的干啥去了 我 爸爸我想吃鸭脖了 不行太晚了 一会儿你妈回来看我不在家又生气了 爸爸你按我说的做就没事 而且你还可以去往妈玩火 好啊 怎么做啊 我们来忙你一下 我就给不明买鸭脖了 几点去的 7点33 错 这么精确的时间 怎么可能张口就来 大概7点半吧 撒谎 你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 实际上要为老师 先回事情 再吞算时间 你每平常看动画片 都是7点半开始 出去的时候刚好看到了 来回路程只需要一小时 但你却出去两个小时 怎么解释 我们终于看到了妈妈这个问题 马上回来我加了个油 还免费洗了个车 就耽搁了我 这是加油的发票 说谎很容易被发现 但说真话就没有破绽 加油是真 发票也是真 吃不货 不是昨天假 发票是今天去补开 我们只是把发生的 的事情重新排序 变成了新的故事 算你老实 起来吧 加油钱哪来的 我把压睡前给了爸爸 让他买压薄 原来是这样 那没事了 现在KTV网吧什么的都开门了吗 不好 KTV不知道网吧倒是开门了 妈妈快走 我们赶紧通过 轻道 等他走到路口 他就会帮我们拦过他 妈妈 怎么了 后面戴帽子的人 跟了我们很久 我们一停下 他就跟着停下 你确定吗 万一他跟我们 是一个方向的呢 我有办法 跟我来 判断陌生日 是否在跟踪你 最好办法是走私房 就是围绕移动线 转转 而正常走路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还在后面 那我们赶紧走 妈妈先别急 老大时机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快走 这绿灯还有最后十秒钟 我们赶紧通过 他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等他走到路口 绿灯电红灯 他就会帮我们拦住他 咱们赶紧回家 谁打白天开远光灯啊 真没速度 快说 把私房钱藏哪儿了 我没藏 怎么没藏 明明看见你拿钱进卧室了 你看错了 我真没藏 你说是吧 那今天谁都别吃饭 就在这耗着 爸爸学校屋已经呆了一分钟了 没时间长了 口闭都不易 最后闪的地方就要安全 摇空气 果然 爸爸每天都会用它 这么说的话 还有我每天都玩的这只盒 哼 爸爸真幼稚 小兔山枯 应该还有一个地方 嗯 会不会是 不好意思 这回是懵对 妈妈 爸 强势钱我找到 可以吃饭了吗 爸爸妈妈都有钥匙 是快据牙吗 没声了 不对劲 敲门声不行 却不说明来意 明显是想试探家中的情况 这时候 我如果出声询问 会暴露家中大人不在的情况 如果始终不出声 对方可能会认为没人 淡淡的开锁进入 保安叔叔 快到六号楼 家里门所配的是十字型钥匙 这种A机锁 最多一分钟最能打开 所以得先想办法拖延时间 等待保安 干嘛的 找谁啊 这家大人还没下班 就一个小姑娘 别被骗了 哼 别装了 小姑娘 再数十个数 我就要进屋咯 你干嘛的 别跑啊 我已经报警了 走错了走错了 这身高 家里怎么还要给打来球呢 不对 她怎么知道我是小姑娘 怎么样 我没愿望她吧 妹妹竟然学会偷钱吗 等她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她 等一下 妹妹显然知道摄像头的位置 所以她不是偷钱 而是故意拿走给你们看的 学会叫板是吧 这是我在妹诊 不想发现的 这样不太好吧 当妈的看看怎么了 嗯 怎么就一幅画 方面你的荣誉 爸爸妈都没有耳朵 说明她认为父母从来不愿意倾听 妹妹嘴巴成一条线 代表着她想表达 但是不知道该像谁说 房子上有烟囱 意味着妹妹情绪很强烈 满身要爆发 另外 妹妹与房子的距离非常远 糟糕 妹妹离家就走了 爸爸你也这么认为 这话背后有字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 我讨厌你们烦我东西 讨厌你们总拿我和姐姐的蠢鸡皮 讨厌你们总是忙自己舍不离我 我要去能让我开心的地方 永远不回来 我孩子心里这么多委屈 在那里面出事了 可怎么办呀 从监控时间看 妹妹已经离开两个多小时了 妹妹快找找妹妹 我们保证对她换一种教育方式 对对 只要妹妹能平安回来 我肯定好好跟她沟通 都听到了吧 出来吧 嗯 妹妹鞋子就在门口 外套藏在沙拉后面 人根本没出去 再次认为你们对她的关注太少了 你这孩子吓死我们了 爸爸妈妈 我平时也有不对的地方 但也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感受 别说了 妈妈都懂 姐姐你能帮帮我吗 今天鞋子也要不长 差点留钱 不管怎么说 先爸爸妈妈说不对的 下部为例哦 嗯